星级卵静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星级卵静 我是星展银行的周国威也的 看回这个星期 由礼拜初到现在 其实环球股市都相对波动 尤其是礼拜初的时候 日股和美股的跌幅都相对比较急劲 看回港股在外围拖累之下 都叫做跌穿了17000点的心理关口 但因为可能港股之前的跌势 已经比较长和多 所以在单周的跌幅来说 没有外围波动 看回恒指暂时失手了17000点的关口 不过在礼拜中时 也有反复试探位置 对比起外围反复偏弱 港股近期就算走强 有不错的抗跌力 追踪港股的20000凝负基金 和恒指的走势都相似 暂时轻轻失手了250天线的位置 不过暂时看到沽压不算大 反而看到资金开始在250天线附近 也做回恒指或刑负基金的口仓 今天带上来如果投资者想在低位 部署20000凝负基金中线体升 可以留意我们一只中长线的抗论 编号是24715 24715这只刑负基金的抗论 行使价值和轻微价外的选择 今年12月份到期 实际杠杆给了大约12倍 不需要担心恒指还有机会反复而引致的收回风险 因为12月到期中线时价值选号也不算多 以昨日收市价正估17.44为例 24715对应的卵价大概是8400 假设上升19元整数心理关口 辞货一个星期和引申波幅不便做一个参考 对应24715的卵价可以有机会去到19500 潜在的升幅有超过1.3倍 假设下市到17元的心理关口 对应的卵价就有机会去到5800